内政部替代一南在台中成功领营区接受训练 但是却传出议政署长林国炎22日应闯军营 遭少兵两组还弱骂少兵一事 陆军第十军团经24日肯定成功领营区大门卫少人员 已规定执行人车检查作业 对入营外兵未能配合及造成误会 军方甚表遗憾 第十军团指出内政部议政署长坐车22日预进入成功领营区时 已应不安营区大门卫少安全检查及人员识别程序 因而认知落差 遂与执行卫少发生不快 全案客有所属不兵104旅进一步查查厘清 若有设法刑结将依规定处置 第十军团强调官兵依法执行卫少 请勿应与尊重任何人进出营门都按为定受辩证检查 即便拥有通行证 进出营门车辆及成员人需接受安全检查 未来人将持恒教育贯彻要求 确为应去安全 网友在靠北长官脸书粉丝专页爆料指出 内政部议政署长林果眼22日下午搭车要进入成功领时 不满遭到哨兵拦查 对哨兵呛声 我比你们指挥官大 你有当不完的兵等 双方争执甚至心动待命般冲出来 林果眼的坐车司机更弱骂哨兵 你们都是吃狗屎的 军方人士表示 为维护营区安全 进入营区不论有无车证都要停车接受检查 如果遇到拒检情事 哨兵通知待命般出动阻拦隐床者是标准 作业程序 内政部议政署在23日晚间回应表示 车上已有通行证理当放行 却遭哨兵态度不加故意阻挡 复因公务时间紧急 导致驾驶心急出言不训 造成双方误解情势发生 一政署强调 替代义训练班本非104旅管辖单位 署长副训练班执行公务经过哨口 自当给予适当对等尊重 利用此事件 一政署当协商国防部与所属单位 彻底检讨替代义训练班 与国军训练旅门禁通关问题 至于驾驶态度问题 已要求改进 未经训练